然後我要回我的電腦室的話 OK 金老師 謝謝金老師 回到我的電腦室 來 你是電腦室在電腦室 這個 那連接的時候 好 大家覺得這個動格好不好用 超實用又簡單對不對 接下來 還可以計時跟抽籤 就是它內建 但是我找不到你們這台的那個計時的功能跟抽籤 像我們學校的那一台 它就是內建在這個滑出來的部分 它就可以直接按你輸入你板上有幾個小朋友 直接從這裡抽籤就不用進電子書了 然後也可以計時 就是例如我今天要倒數多少時間給小朋友 他就會秀在你板上 然後我就不用在那裡開手機 好 再來 那個 還有現在廠商都已經建設給我們很多好用的軟體 今天我有帶來一副 這一刻式的排塔 大家有聽過的嗎 有對不對 有玩過了 有沒有沒玩過的 那我們還是為了沒玩過的人 做一下正常 我想要問大家 我有其實幫你們已經編碼了好了 就每個人可以拿一張排塔一起 就幫我們放下去看可以拿到幾個就幾個 好這張排塔呢 這張是台中市的資訊部導館 它是音質的 音質很精美 然後如果你想要的話 其實各大書商他們都有免費的打 按一下子 你只要下子 下子下子 你就可以了 那每一張你有沒有看到彩色這一面 彩色這一面有沒有看到中間有號碼 這個號碼就代表小朋友的號碼 就是你可以按照小朋友的號碼 就可以讓他介紹開塔 再來 黑白的這一面 大家有想到嗎 黑白的這一面 然後它有小小的英文數字 有ABCD 對不對 ABCD就是你可以在設定你的問題 讓小朋友作答時候有答A答B答C答D 它的答案就朝上就可以了 它的答案就朝上 那很有趣 它其實在這一面就有ABCD了 那小朋友的回答是A就A朝上 B就B朝上 C就C朝上 B就D朝上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呢 大家的答案轉這個顏色的時候 後面的就可以偷看它的答案 對不對 有 所以就是那個小小的缺點 那老師可以再回去做夾摩 把這個擋起來 然後他們去玩 好 那我就簡單的 帶大家看一下那個部分 好 各大助版社其實都幫大家煮好一步囉 可能有去過助版社呢 那就去寄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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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好 我先舉個例子 我來到漢林的行動教室 我來到漢林的行動教室 這裡 就是 在這裡打上 看點行動教室 看起來很便宜 看點行動教室 看起來很便宜 其實都幫大家做好 如果已經聽過老師 就可以跟每次聽過老師 想一想 好 那點進這個網頁之後呢 就開始找 找到我想要幫教室 像最近這個禮拜 是不是在期中考對不對 你就可以在期中考的時候去複習 或是不是你上到主語台 有的時候你想要複習 就可以從這裡想 來你 你都不用 你都不用自己去 他就幫你 這樣這樣 好 再來你就找到 國語的 線上學習平台 你進來線上學習平台 這裡 有音速幫你開好的影片 然後還有這裡可以幫你出好的 好的 題目 我就選擇了五年級下學期 好的 五年級下學期的 下一次要教的 你把他等五月的功能 稍微把它下載下來 把他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就有一個題目給你用了 我先看 他都幫你做好補色 好 這個無地狀視 裡面一點點進來 這次呢 這個ABCD 然後老師出了一題 懷疑練習 在頭髮式的世界 光光中 可以改謝成馬英俊轉遇 這個題目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回到這裡 大家看 我們先找到Blingers Blingers這一個 然後登錄 登錄之後呢 我已經可以建好一個國安國小 國安國小這裡 我們全部的人都在這裡面了 建好你的班級之後呢 就是打入班級名稱 然後再來加入所有的學生 待會兒我再重新再操作 也直接再講看喔 然後這裡打進名字之後 ABCD學會有選班的名字 今天我們選班都在這裡 國安1、國安2、國安3、國安4 好 我們回到寶貼這裡 來看 那一 登錄之後很簡單 你有Google封號 你就用Google封號的 你知道我的Google封號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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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